不過特別提醒大家 據說比如周一寇 當時講黃國昌的事情 是關鍵講說據說 還有包括我們在社群上面 很多人會寫說 我夢到了一件事情 這些字眼都沒有辦法免責 到時候你沒有證據 一樣都會被告成立 那現在包括我們駐美代表 余大蕾突然這個名字 冒出了我們媒體 這個冒出來說 有人爆料他說狂買奢侈品 而且還利用蕭美琴的名義 爆料是A先生說他吃相難看 上任之後公務之名 買了很多高價品 比如說這個法國的手工沙發 法國的品牌的藍牙喇叭 這個沙發96萬 喇叭兩個26萬 還有包括這一排 這個咖啡機兩台22萬 地毯也要21萬 床也非常厲害 這些是事業照片 還有包括他的座車 凱迪拉克也要370萬 那我覺得我看到 我會覺得比較速殺 比較恐怖的是 這個媒體他是有拿到公文的 他有拿到外交部的這個函 這個函裡面等於說你殺他 殺得還滿用力的 內鬥 內得很兇 還有另外一個B小姐 說余大蕾的老婆架子很大 把這些底下駐美代表處的人 通通稱為下人 抵達適合說沒有同仁到一樓 迎接按電梯讓他上樓的話 就會當場破口大罵 然後買很多東西 今年3月的時候還利用 蕭美琴的名義 買名牌的毛巾 浴巾 進口礦泉水 都說是蕭美琴要用的 事實上根本不是這樣 所以玷污了蕭美琴 清潔 清潔的這個名譽 A先生說這個大使 他參加華盛頓橋社的遊行活動 現場播放美國國歌的時候 他居然還進這個扶手禮 等於說你是效忠美國 這個有忠誠度的問題 外交部現在只有一個說法 說他按照規定 他說允許他的都是OK的 但沒有允許他不OK的 就是沒有允許 意思是聽起來 是沒有很大的問題 不過現在如果要逗他的人 可能會承案好好調查 兵哥怎麼看 不是 外交部的回答很好笑 你告訴我說 合規的我們就有允許 沒有允許 就不合規的我們就不允許 那現在我們要問你的不是這個 我現在問你是 他到底有沒有想買 那個370萬的車 他們的說法是有 有啊 對啊 有 他有提出來 結果他打回票 那好啦 那接下來一個一個問 那個96萬的床有沒有買 照這個新聞的邏輯好像是有 對啊 所以外交部現在 他告訴我96萬的床是合物規定 是這個意思嗎 26萬的藍牙耳機是合物規定 他們有一個解釋 說那個時候因為疫情 所以那個船運到不了 所以那個時候在美國的 很多東西變很貴 但是這個說法 也不可能貴到 可是一個床要貴到96萬是什麼床 不是 因為他超名牌 他超名牌 我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我們大使代表中華民國 駐美有那麼重要 用的東西一定要好 因為你對外嘛 可是床 你不會叫外賓去睡你的床吧 可能他們經常留宿外賓吧 我不知道 是不是這樣 我不曉得 因為這個 根據爆料者 他們一次外賓都還沒有去過那個床 沒有接待過外賓 是啊 老實講 駐美代表出現這個問題 這個是多方面層面 第一個我請大家注意 爆料的是鏡週刊 你是說跟末派系特別好 是 那你 因為本來很多人揣測說 是不是賴清德想要把余大雷換掉 換上他自己的人 因為他認為余大雷是英系 可是爆料是鏡週刊 你確定是這樣嗎 對不對 然後這個消息其實傳了很久 今天巧欣也講說 他早就聽過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高官也因為行為不檢點 被調回來 他說職場霸凌的問題 對 職場霸凌的問題 所以表示我們的外交出了很多狀況 可是現在我們的外交部還是惠莫如生 就在節目 我們要錄節目之前 那個林佳龍才回了黃國昌 黃國昌直接告訴你說 他跟外交部要這些所有相關的資料 到底你買了什麼東西 外交部就大咧咧的回答一個 蜜借 全部是零 就給他一個回 然後上面全部折光 然後蜜借兩個字這樣 不是 這很誇張 你說如果他今天買了一些 一些比較敏感的東西 比如說什麼儀器或什麼東西 你不告訴我OK的 我是問你他有沒有買桌子椅子 有沒有買床 有沒有買耳機 這個耳機是什麼高科技間諜耳機 應該不是吧 所以這種東西為什麼不能告訴我們 所以大家去想想看 如果連這種東西都叫蜜借的話 國會如果沒有調查權 請問一下以後不是說了是你永遠都不會知道真相 而且現在通過改革了 這個法案也都批准了 可是這個東西他們還敢做得這麼離譜 另外一件事情剛才講到這個駐美代表 徐曉星有轟碼說有更多的料 要林佳龍好好的整肅 但沒有想到外交部今天看到週刊的爆料 只有一個回應 我要去查誰爆料 你內部的問題不循內部的管道 你居然跟媒體爆料 你該查的是自己到底有沒有花這一些錢 那現在也告訴我們說外交部 以往吳釗燮就嗆罵人家的 都是湛藍風 湛藍包括林佳龍要變成什麼 變成潛容勿用 潛容勿用是什麼意思 待會永平委員告訴我們 但是大家比較緊張的是 中國海警的船又再一次的逼近了 我們的金門的海域 它這個最近的距離居然只有五海里 五海里就幾乎說 所以在岸邊裡面 一般的民眾用手機 就拍得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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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楚了 因為近得不得了一下就到了 然後包括大家看到 駐美大使的這個亂象 到我們台灣對美國的掌握 到底能不能精準 那這禮拜五有個很重要的大戲 台灣時間禮拜五早上 有個很重要的大戲 就是總統的辯論比賽 現在有人標題說 一個是精神錯亂 一個老人癡呆 老人癡呆是誰 這拜登 那精神錯亂就是川普 說兩個人仇恨值都很高 所以辯論賽恐怕會非常drama 會非常醜陋難堪 那時間就是美國時間的 6月27號 台灣時間是6月28號 禮拜五早上9點 到時候會有很多精彩的內容 現在民主黨也告訴大家 就痛批這個川普 說他是精神錯亂的極端分子 不接受2020落選的事實 那現在可以看到這個共和黨 他去講拜登 說他磁呆無人跟事實脫節 這個被助理拖著逛街 醒醒吧 這個磕睡橋 我覺得我們的大選 好像比較斯文一點 極明委員怎麼看 是 那個我先講一下 那個駐美代表處的這個問題 我第一個 他很明顯的巨細靡遺 是有一個不滿於大雷的 外交部的內部集團 集體在爆他料 什麼集體 所以才會有什麼ABC 各種人 那這個部分到底會不會陷入 是說民進黨用人的派系鬥爭 還是外面的政治任命 要鬥爭職業外交官 我覺得這個戲還會演下去 我們等著看 至於拜登跟川普的部分 我剛剛來節目的路上 我還在聽美國的分析 他們認為說 整個戰略上 共和黨就要把拜登 打成是一個癡呆的老人 他們期待的拜登 希望一舉把他擊潰 就是說他要是突然當機 這個就是他們覺得 這是他們追求的最大的目標 那拜登要對付川普 就是不管要刺激他 拿小棍子 一直擊他 一直擊他 把他那個狂亂的 胡說八道的內音部分激怒 可是相對的川普要在這一次 他們的策略就是 他一定要表示非常理性 一定要表示的 講話潛漏邏輯 很通順 這樣子他們覺得說 川普只要維持這個 他的領先優勢就會持續 那拜登呢 因為大家對他期待 實在非常非常低 他只要撐過這90分鐘 他們覺得拜登就是comeback 那大家會怎麼樣 禮拜五真的是一場大戲 大家可以好好的看 台灣的禮拜五 美國已經有這個民調出來 川普已經領先拜登10個百分點 就針對這個即將要舉辦的辯論 來做調查 不過我們有注意到一個 是非常特別的新聞 日本京都有個飯店 他們犯了一個罪 他說他們有一個以色列的客人 要入住 結果沒想到這個飯店的人員 跟他講說你們的這些人 可能有人是以色列的 國防軍成員 你們以色列國防軍 在以巴衝突裡面犯下了戰爭罪 等於說他是挺巴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接受 跟以色列軍隊有關聯的人 做預訂就把他退訂了 這家飯店其實風評非常好 他在各的訂房網裡面 都4.3 4.5 8.7 這算是高分的一個評價 沒有想到發生這樣的事情 去年四月的時候 都還有以色列人去入住 然後給他8分 中間還有一個說 他們的員工非常好 但沒有想到 飯店的經理人居然是這樣 然後大家去查了 肉搜了這個飯店經理人的身分 出來發現他是巴西人 他的IG還在日本的街頭 去講他為什麼會這樣做 以及很多人罵他說 你這樣子糟蹋的日本人 讓日本人蒙羞 他就說沒有 我這樣做是有理念什麼什麼的 他有他的一個說法 在5月29號 巴西總統魯拉的時候 說他永久撤回 駐以色列的大使 因為在巴西裡面有右派 有右翼跟左翼 對於以色列戰爭裡面 他們的立場是非常非常的極端 這個要請教兵哥 首先就是川普跟拜登這個辯論 我很怕到時候出現一個狀況 因為拜登會不會在那邊 就突然間忘了自己在哪裡 然後沉默不語 然後另外那個川普 因為現場主持人 是可以直接消音的 所以川普會不會因為講了一大堆 亂七八糟的東西 然後也被消音 就變成兩個人都聽不到聲音 就現場一片寧靜這樣 兵哥你知道嗎 你完全點到了 有一個美國的翻析 他們就還原兵哥這個情境 他們甚至認為說 很可能會發生川普被消音 可是拜登聽得到他講什麼 所以拜登回答的時候 觀眾不知道他在回答什麼 兵哥講的跟美國預判的 是另外一個狀況 就是說川普一直講 但他被消音 然後拜登回應他的時候 觀眾就說拜登又來 又痴呆了 對 所以你知道現在 很多的那個劇本 所以這真的是滿可怕的 不過說真的 對這兩位老人家來講 90分鐘不能坐著 要一直站在那邊 其實很辛苦 他們真的要努力的 而且他們不能帶任何小鈔 只能帶一張紙 對 只能帶一張 而且是白紙 他只能記現場記錄 那絕對精彩 對 而且他中場休息的時候 所有的助理不可以給他note 也不可以跟他通訊 全部從頭到尾90分鐘 他要靠自己車 我們比較 對 真的很不人性 我們比較友善 所以80幾歲的老人 是啊 那禮拜六就可以 禮拜五就可以知道了 對 京都飯店這個事情 我覺得就是經理人的個人行為 那京都飯店已經道歉了 然後就趕快就是 這違反日本規定 當然完全違反日本規定 因為不可能這樣做 因為這畢竟是經理人的個人行為 那京都飯店現在的說法說 就我們所知是低階職員幹的 所以這個經理人 已經變成低階職員 還是要已經降職了 對 就只好這樣子 這也沒辦法 但我覺得他是為了個人的理念 只是說你這樣有觸犯到歧視的問題 是 而且我覺得這個就是 你如果有個人的理念 要發展自己的個人理念沒關係 但是畢竟這是你工作的場合 你這樣會造成飯店本身的困擾 這個對你自己本身的職業道德不盡 那至於說巴西本來 在這件事情上就是很嗆 他跟以色列一直爭鋒相對 可是問題是 現在慢慢在全世界 對以色列這種態度的國家 越來越多 以色列自己真的要考慮清楚 還有另外這件事情 我們也關注到說 北韓這個氣球持續不斷的 往南韓這邊飄過去 那現在南韓也發現說 他們有點緊張 驗出來了 這些糞便裡面 有寄生蟲 各種蟲都有 然後非常非常驚訝 所以也包括蝴蟲 鞭蟲 饒蟲 也有殘破不堪的 這些衣物 甚至有些衣服 是南韓的慈善計畫 捐贈的物資 沒想到又空飄給回來 然後他們也判斷說 這衣服那麼破的程度 可想而知 北韓裡面的這個生活物資 真的是很辛苦 那現在普京跟金正 兩個人簽署新的軍事同盟 那大家很關注 就是另外一個好兄弟 中國的反應到底是如何 但是美國最高的教練說 其實你這樣反而增加 中國跟俄國的這些摩擦 他們觀察到中國的反應 異常的冷淡 中國的外交部的發言人 是說這麼兩邊雙邊的事物 意思是說跟我無關 那專家認為 這是不是要讓大家覺得說 北京跟莫斯科 這個之間其實沒有存在所謂的 這個實質的合作等等 這個要請教永平委員 是 這個我覺得現在俄羅斯跟北韓走得那麼近 尤其是普丁跟金正恩兩個哥良好 在那邊開一個車 而且那個車是普丁送給金正恩的 我覺得這種畫面 中國大陸習近平看在眼裡 應該不會很愉快 因為說真的 對中國大陸來講 他不會希望跟俄羅斯 還有跟北韓牢牢的綁在一起 因為第一個 他還要跟周邊的各種人做生意 大家記不記得 我們前幾天還在討論說 他跟韓國 南韓 中國大陸跟南韓 還有日本還要簽自由貿易協定 對不對 所以他跟南韓還要做生意的情況下 他怎麼會希望跟他們綁住說 我們三個人割糧好 那他到時候 南韓是不是跟他的生意也全部泡湯 現在對中國大陸來講 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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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經濟拉起來才是硬道理 所以現在對他來講 你看他最近跑得很勤 澳洲 紐西蘭都去 到處還是在做他的生意之旅 所以第一個我覺得 對中國大陸來講 還是做生意為要 另外那個糞便氣球 我說真的真的是滿噁心的 可是大家都很少人 從這個角度討論的問題 大家有沒有發現說 金正恩經過掌權那麼多年 我覺得他的腦筋也在變化 他變得很靈光 因為這種噁心人的做法 真的是達到你噁心的效果 可是你又很難指控他 因為他不是射什麼恐怖的飛彈 也沒有真的什麼盒子事報 什麼什麼去恐嚇大家沒有 可是你就真的被噁心到了 所以我覺得奇怪了 北韓的那個戰略好像變得 比較靈活 也相當彈性 不過其實也很多人說 是因為北韓比較少講 南韓這樣飄過去的東西 也是多到他們也是覺得很困擾 這國際上也有另外一種聲音 對 當然 可是問題是你過來的 我想南韓不至於 做很噁心的糞便 飄過去吧 他們很可能正常的 就飄一些船單什麼的 對不對 鼓勵你 南韓有 之前北韓 那時候還在那個光碟片的時候 南韓常常送過去的都是韓劇 韓劇的光碟片 還有罵他們的金正恩的 也是飄過去 也有人送美金 對 但是那個光碟片南韓的 韓劇非常受歡迎 可是看韓劇可能是要殺頭的 另外一個習近平現在在忙什麼 他在忙著會見波蘭的總統 他也講了說反對 借著中俄的貿易去抹黑中國 他們見面之後 波蘭總統杜達 他們見面的時候習近平還講 雙方要加強各領域的合作 而且是高質量的共建 一帶一路 要共建貫穿的鐵路 紐約時報特別講到一件事情 我們的兩大運河 這個幾乎每一段時間 都有新的變化 然後每一個訊息都變來變去 兩大運河又有危機了 巴拿馬的部分是因為乾旱 這個乾旱已經講好一段時間了 乾旱水量不足 工人要求要加薪 而且還揚言罷工 所以他缺了缺水還缺人 有人的這個人才的危機 所以包括夜門的這個叛軍 也持續去攻擊 蘇伊士的運河 可是這個說法 幾乎每個禮拜都會有新的說法 一下說這個問題解決了 舒緩了 一下說危機再起 隨著他們的說法 我們的經貿上面 就受到很多的波動 海運費漲到爆 去年10月起 中國運往歐洲的這些標準貨櫃 由38700多塊錢漲到22萬 這漲的幅度非常非常驚人 這個幅度非常高 請教兵哥 這個波蘭總統去訪問 3萬多到22 其實是5倍多 對 5倍多開始 那習近平跟波蘭總統 他們這次會面 其實大家不會覺得很奇怪 波蘭不是堅決反對俄羅斯 跟俄羅斯是死敵 而且一直不斷的在幫助烏克蘭 為什麼這時候他要跑去跟 俄羅斯的好朋友 中國大陸沒來演去 實際上波蘭從很久以前就是 一直對一帶一路非常感興趣 他最近正在積極爭取 中國大陸去他那邊投資 因為中國大陸他現在 也在歐洲整個戰略要改變 因為歐洲要對他的一些產品 包括汽車要增關稅 48%的關稅 所以現在歐洲跟中國大陸 採取的共同策略就是 乾脆直接中國大陸在歐洲設廠 這樣就可以避開他們的關稅問題 所以波蘭當然也想爭取 這樣的一個能夠建設 自己國家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國際上就是這樣子 就是各自可能有 各自的朋友跟敵人 但到最後大家都是為了 對自己國家最好的利益 在不斷往這個方向去發展 所以也不要覺得 波蘭跟中國大陸好了什麼好奇怪 實際上最近習近平 幾乎每天絡意不絕 到處都是全世界各地來見他 很多就是希望能夠 跟中國大陸合作 至於說運河的問題 現在兩個運河都出狀況 波蘭馬運河因為太乾 所以那個水位一直降低 所以他們這個航運就出現麻煩 工人就要求加薪 工人要求加薪 你運費就一定會上漲 這是必然的 蘇伊士運河這邊更不要講 就是判軍一直攻擊 而且他的攻擊很討厭的就是 如果他持續了攻擊 你也知道該怎麼辦 偏偏他就是你覺得他不來的時候 他就來 你覺得他會來的時候他就不來 然後連美軍全世界第一強的美軍 在那邊也是被他弄的 到底應該怎麼去對付他也莫中一事 而且最近美軍還有一個大問題 就是因為以色列可能搞不好 快要跟黎巴嫩跟政主黨開戰 所以美軍的艦隊已經往北移 去到地中海那邊去 去幫助以色列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變成蘇伊士運河這邊又空了 那空了對這些 大家都就變得很危險 因為這時候胡賽 一出來攻擊 沒有人可以幫忙 他們又覺得有機可乘 是 所以運費就會一直上漲 不過現在雖然已經漲了五倍多 到七千塊美金 但實際上還有漲的空間 為什麼 因為實際上 在2021年疫情的時候 是漲到一萬五 一萬 對 就是現在兩倍 所以他可能還會繼續往上漲 但是誰也沒有辦法預料 因為沒有人有辦法預測 恐怖分子的行動到底是什麼 好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大家好 我是謝大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